開場舞台IDF戰機展現大雁隊形 衝場表演 為清泉鋼 嘉年華拉開序幕 緊接著雷虎小組特技操演 空中噴射國旗色彩焰 七級隊形整齊劃衣 十字迴轉單機鬥飛 接著IDF戰機一支獨秀 低空負義滾垂直迴旋鬥飛 讓民眾大飽眼福 今天是爸爸就是有看到說 好像睽違三年 然後終於有開放 所以我們今天天黑的時候 就從台飛出發 然後過來這邊排隊進來 天黑就起床 然後小孩都很興奮 我們上網看到的 然後因為帶小朋友過來 小朋友很喜歡看這些戰鬥機 所以就來到這邊 看到那個P3C反潛機 跟C13動還有F16都有看到 然後能夠近距離接觸 其實還蠻開心的 但原定演示的編號1427 戰機十號首演時尾管冒火 考量飛行安全 空軍今天改編號1428戰機 帶飛衝場 同場加印還有幻象兩千升空操演 清泉岡基地睽違三年又再度開放 吸引許多軍事迷拿著大炮單眼拍拍拍 不能錯過的還有F16戰機 整看戰機操演場內外大爆滿 三萬人擊爆周邊道路 交通幾乎癱瘓 從這邊走過去再走回來 一個半小時至少要兩公里 排隊搭接波車的隊伍沒有盡頭